大家好,这本课是用感觉学现代 那感觉就是指用心去感受 我很喜欢小王子的这句话 就是说本质是眼睛看不见的 只有用心才能够去感受它 小王子这本书于1943年出版 法国爱修博里的著作 虽然是童书 但我也是在二十几岁才翻了它 其实蛮适合成人人来观看的 他最近知道 十月初有一部改编的电影要上映 改编的手法其实也蛮有趣的 推荐大家可以稍微点一预告来看一下 用感觉学数学 其实是大数学家庞卡瑞有背书的哦 维基白科上写着庞卡瑞是怎样 是1940世纪20世纪的领袖数学家 高师之后呢 具有全面知识的最后一个人 那他怎么描述对数学的学习呢 他说没有直觉 年轻人在理解数学便无从着手 没有直觉 他们永远不会有应用数学的能力 数学的严谨很重要 但我想强调的只是说 感觉这东西呢 其实是优先于严谨性的存在 我认识很多数学不错的人 他们都喜欢用自己的方法来学数学 能用自己的方法来学数学 其实表示他们其实有自己的感觉 不过感觉这件事情很难教 所以这门课呢 我只是多分享一下 我如何去看现代 我对看现代有哪些感觉 透过我的分享 其实是希望大家能够发展出一套 自己对于现现代数的看法与感觉 要如何来感觉现现代数呢 在往下看之前 建议大家可以先来看这几个图 这个应该是把一些课本上呢 出现越多次的字就会越大 那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想一想 你看到什么 然后你注意到哪些特性 这些不一!", 你这种数学会 渠OOK